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馬蜜早晨 講到第二場的早餐賽事 今天就是星期五、二 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下角一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今天用堅姐賽馬APP 講完第二場的所有排序 除了我自己四選之外 都講給大家聽局勢如何 讓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記住6.9已經開跑 因為跑九場賽事 私家三跑道特別是內蘭的 所以就算內蘭的馬沒那麼厲害 有時候我們都要因應那個形勢 而提高它相應的機會 記得到時 看看我能否開直播 我現在還未很肯定 所以大家也要訂閱 然後打開小鈴鐺 到時再留意一下 好了,講到第二場 我第一選就是大冷門 勁得宇 取石馬房的跨季減了六分 磅位上雖然只不過是背輕了四磅 但上次谷草一千 你覺得它一檔好像跑得對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其實已經是二月的事 當時我貼了萬事友和怪獸媽媽 也中了Q 兩隻 都一千元Q 都算好分 但問題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過 它跑千二在文家糧馬房的時候 其實它一直都是跑樓中後位置 即是沒有擺在太前的位置試 而在沙田的時候 它在四班 變了沒有甚麼水準 可以讓大家看到 現在踏入五歲 轉了倉之後 我又覺得隻馬仰撞一些 嘴石都真的粗好才出 放了四個閘 進去 越來越好 你從之前試襲 在蟲化草地 看到它的力度還未起得很好 到近期這兩個閘 慢慢你會看到隻馬有些力度 當然這個閘輸給家營精神 不算很厲害 因為家營精神不是很高班的馬 但是你會看到的情況就是 隻馬的力度上 水準上都一直在進步 而且說真的 泥地也不是這隻馬的擅長地方 今次甚麼都輕磅 甚麼小四磅跑 比起上一次班德麗 背一二七 其實已經很多 難得有個三檔 他只要跑正正常上 有機會提升到名次 入到這個位置 而你看到操練上 其實是相當相當之怎樣 是正常的 只不過是未轉倉 或者在重化的時候 逢星期六就休息了 在暑假也有休息 復課之後 程序上都是一些比較頻密的操練 在這麼頻密的操練底下 他可以添到磅 或者就算你憑個觀感上面 你都知道這隻馬 肌肉上扎實了 看神粗你會看到 隔了這麼久的馬 有機會是一鋪就得的馬 這場難得 沒有甚麼馬放頭 我猜他都會改變他的跑法 你還看到他戴著眼罩 這次都應該會放的 看看頭牆 三班一千是否真的這麼容易放回來 如果是的話 連捏多幅都捏到 厲害 就很大機會有個冷坯 這些可以 當然他這種冷門 是屬於要搏 但搏得來 是你在神科裡面 看到他有進步 還有有理據去貼一隻冷門 當然他不放 繼續留後 當然會輸 至於另一隻 你在《金天大聖馬寶》 都可以看到 有讀者問 為何不見我在《金天騎士日報》寫 其實我從來沒有在《金天騎士日報》寫的 我只是在《金天大聖馬寶》寫的 所以大家在《康公》下面的格子就看到我 另外誠心所願 我貼了這隻 當時當然不知道他抽十一檔那麼淒慘 幸好他是一隻後上馬 上次輸萬步速 這次我都怕他輸萬步速 但他有度好的 就是他萬步速後上 他特別厲害 從五班來算 上次那些馬 是帶你放頭的 所以你看到擺前走的古浪精 採歐洲導彈 古浪順風 全部一、二、三、五檔 都是走進前四名 就是這樣的原因 歐洲導彈你猜很厲害嗎 不是一個一檔 他都沒辦法輸過幾馬位 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谷草排內檔 就是馬實力不需要很強 但是他有個形勢幫了他 他就可以了 那這種呢 就反過來的 誠心所遠 就是虧了他形勢 但是他本身強的 就不是說 賺形勢 但是沒有實力的 他是相反 另一種 那這種呢 冷門呢 就要他搏才有的 而 就是剛才說的那種 就是有形勢 但是沒有實力 他就不用怎麼搏 都容易有三甲 那一來一回 看看這種半冷 大家是否合不合口味 臨場如果十一檔 大首星跌都有呢 不妨都可以試一下 偉達就比較少 就是因為這隻馬外檔而不搏 你看看他牽旺家庫 都是十二檔找潘頓搞定的 就算盡力之城 那時候 摩雷拉奇都是十二檔 都是外檔走去贏 誠心所願 甚至之前那些 其他在偉達馬房的馬 他會因應那隻馬的能力和跑法 就算在外檔 他算過形勢相近或者OK 他一樣都會搏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他的鬥志 至於這隻鑽式傲場 他排了一檔 大底常不太差 你說上次跑一千都沒有 大樓十二檔 沿途走外跌 都超過了一千二 那場我就貼了純金酒杯給大家 結果那場水準算低 輸四個幾馬位 其實完全沒有威脅 但這隻馬基本上 都是跑千二為主 你看他經常出一千 根本就是太短了 放在前面放頭 試過很多很多次不行 現在暫時仍在進步 不過這一場因為沒有什麼步速 他會因為那一檔受惠了慢步速 他有機會捱到三甲 但這個賠率我認為是不值的 如果有到十倍 位置回到三倍 這些才可以考慮 否則你在後面 藍色那些抽一隻 調過來都可以 另外就是神朗金剛 第四選的馬匹 這次這匹馬 其實跟上將 鑽式傲場一樣 不過上將鑽式傲場 就是騎士 大家看到都是潘明輝 沒有變到 神朗金剛 由莫雷拉換了賀明煉 多少會打折扣 因為平衡力 沒有莫雷拉那麼好 而這隻馬 上次其實都騎對 莫雷拉一步沒有騎錯 當然你看到名次上 這隻跑第五輸兩個馬位 前面那隻沒有威脅 輸五個馬位 跑第四 好像大家的名次上差一名 但實際上馬位差很遠 但騎士當位一來一回 應該要轉身奧場擺前一點 這次葉楚行 出這隻賀明煉的馬 跑馬房次選 不過這隻馬的能力 其實不是很差 最近試過閘 在快放牛皇頭大勝六的馬位 那一場水準也不算太差 用了黃進去試 這隻馬 如果你再看之前 其實他菊草一千是贏過的 五班菊草一千夠贏的馬 還要贏得輕鬆 其實跑千二都一樣夠 那葉楚行有時都不需要太過分 要不需要等到五班菊草一千才跑去跑 如果葉楚行這樣做 大家唯一的想法就是 那一場就會比較熱 然後你又要想他拼不拼 好像晉晨那些 但我想跟大家說 接下來這一天就是10月5日 下個星期三 即是12日 其實是有一場五班一千 即是說什麼 即是說葉楚行明知道下個星期可以報 都不報 所以他很大機會會拼這場 如果這隻根本你見到都不接近 或者騎得輕鬆一點不去 那你下個星期他出五班一千那隻 你就要想想他究竟出了哪隻 又或者何銘年騎了哪隻 因為照計 他都應該找何銘年騎 當時贏的騎師雖然田泰安 但似乎田泰安在下個星期 都未肯定出到賽 所以你看下個星期 究竟他那場一千米 葉楚行出什麼馬 到時馬迷早晨 應該都是頭兩場 可以再跟大家分析 好了 講完這四隻馬 我們先去一下廣告 回來再講一下 上次的大熱門 輸條頸 這次為何擺他做這個次選呢 即是邊線馬呢 我們回來再講講 這隻古浪精彩 上次走一圈我都跟大家說 是我生涯見過去最健康那次 當然健康了可以再健康的 OK 再漂亮一點都還可以 但是上次漂亮到出油 在跑一步沒有錯的情況之下 都要輸條頸 潘頓有砌的 砌到盡都不行 就不行了 所以富泉英雄這些馬呢 一排了外擋 兜了大圈 遇著一些被他掠強 或者形勢少好的對手 他很大機會就跑不回來 你可以說他熱身後會好些 沒有錯的 而且他的賠率都給你 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歡轉身奧場 你換了古浪精彩都還可以 至於真錦這隻馬呢 有些進步 隔了三個月之後沒有再跑 這次跨季減了三分 之前在沙田其實輸了兩個幾馬位 金剛石明月千山 紅酒之星這場 其實水準不算太差 因為就算去到第四 福起多多也曾經贏過馬 不只是腦退了 而且你看到這隻馬 就算增程去到千四千六 谷草一六五零 都不用輸太遠 那言則就是 他縮程的優勢就不如我們想像般大 可能比較均速一些 但是抽到內蕩 多少在斯加三真的太好處了 看看走個二蝶 甚至有機會貼籃的話 他就有機會有個好形勢 到時試好閘了 你看看神粗紀錄 高柏珊雖然在操練上我一般喜歡 因為通常高柏珊搏馬都不會操得那麼疏 所以你看到上個星期 剛剛星期日 昔日賽國和派賽 那場直路賽 你看看高柏珊那些松草成名 在操練程序上 明顯就跟剛才那隻真錦不一樣 紅色的出賽 之前他雖然都是一個星期跳一課 但是在缺課復操之後 他明顯操練程序比較完整些 我知道這個馬房也比較慢熱些 所以就在這場做了一些邊線馬 你試完泥閘走去休息兩天 我覺得根本已經去到一些不合理的地步 還要整個星期不跳 你比松草之王還差 松草之王還未贏 所以這隻真錦 我覺得他慢慢等他再減分 熱一下身 才成熟再搏都不定 到時再想 至於熱門 每個人都追尋黎超聲的馬房 我經常想跟大家說 大家不要對這個列馬斯期望太高 我不是看低人的 只不過是因為如果他真的那麼厲害 大家有沒有想過 一個厲害的列馬斯 會不會無緣無故走來香港開倉呢 你不見外地的高多芬 那些阿家漢 那些走來香港開倉 那些不厲害嗎 但不是說香港獎金低或者什麼不好 而是如果你真的在那邊 是能夠很厲害的 那你其實也不需要過來 香港競爭也不是很小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對他的期望高沒有問題 或者他真的有這樣的本事 即他可能是蔡漢來的 那倒轉了 我又問大家 代不代表這隻馬可以 如果你說 不是蔡漢真的化腐腦為神奇 那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喂 那在後面 就是之前跟大家說過 喂 經常有隻精算尺炎 你說 你說 如果蔡漢真的這麼行 不會經常都跑到這麼後名次 然後那些馬要去到12號 即是剩下26分 都還不行 你看回統計資料 蔡漢也是跑過很多次的 把這隻馬跑了十幾次 都還沒贏 那是不是蔡漢差 我回答你就肯定不是差 他每年都在三甲 在連馬斯磅 那麼問題就是什麼 那隻馬不行 那隻馬不行 即是沒有遮沒有線 就神仙難變 你淺草飛都已經七歲了 你想怎樣 雖然你說他跨跪減了八分 在丁冠號減了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一落班 即那個對手 雖然是藥這一組 但是你本身都長期包尾 除了在最近四班泥地 叫做跑他入位置之外 已經是接近一模試處 那不是不贏得 而是有賠率先想 丁冠號那時候 其實這隻馬休息了很久 都是試好那個閘 第一局就搏 有機會這隻馬是這種條件 但是現在他已經七歲 或多或少都會有些退化 大家可以記住 這隻馬的右腳是有些傷患 所以 雖然你看到操練正常 但是比起去年他一試完好閘出來 有個第三 跑泥地又不一樣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 這個五班千二米 即是如果你要出 即是去年他一出職 有位置那一場 其實在5月26日 就有一場 五班泥地千二 我覺得練馬師是可以 既然你這樣等得 又何妨等到那一刻才出呢 都不差兩個星期了 你的馬房又不是很多馬 犯得著 就走來跑谷草 所以這場就算 我覺得這隻馬真的沒事 他也是熱身居多 可能擺26號 他才再報名 也不奇怪 至於勇猛精靈這隻馬 在高冬妮那裡 花季減了三分 你之前看 他也是泥地千二 近過中環威威盡天使的時候 勇猛精靈 不算很差很差的馬 不過 他當時 就怎樣 有個眼罩 跑泥地 在四班 叫做接近島 就出泥地夜賽 有一天就是泥地夜賽 我覺得 我猜而已 高冬妮就應該部署在那天 那天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10月26號 其實就等於 上一次他上名的時候 高冬妮也是 你看看 他這場上名之前 就跑一千直路 完全不對 輸十三個馬位 待會大家不相信 就62倍走進來 跑第三 我想 高冬妮也是照版主玩 試了個閘熱身 再跑一次谷草 不在 下次泥地 又戴上個眼罩 到時那些大冷門 大家就看一隻馬有沒有進步 進步幾多 夠不夠跑進來 到時 二十六號 星期三 就來 五班看他報不報 就用猛精靈 好了 接著我們講完這四隻邊線馬之後 就去廣告 回來再講一下 有四匹 為什麼我不選 中德威這隻馬轉了熔天鵬馬房 通常轉得倉不是有傷患 就是馬房認為沒有什麼機會 而不要 你看那個神粗紀錄 上個重化之後也操練了一堆 不過 以熔天鵬的操練 除了登山跑道一次之後 就已經是比較 悠閒一些 以一隻六歲的馬來講 如果你沒有傷患 你要操得好 其實應該要加壓才行 當時在呂建威跑了這麼多次 都一直是五十二分減下來 你看看統計資料 除了沙田千四之外 谷草千二已經是上名最多的路程 看看今次換了周俊樂 擺前一點走得不多 這隻馬一向都擺前走 但是外檔 看看萬步速它是否擺到 如果擺不到 我認為它走三碟機會會大 所以才不選它 至於無名區這隻馬 真的從來都沒有接近 戴了一個面罩 我的面罩 我都覺得不懂得飛 除了這次輸十八個馬位之外 基本上它都雙位數馬位 名次跑包尾 一隻二十五六秒沒短的馬 其實我都想不到千二怎樣追上來 戴了一個面罩 不會變二十二秒的 人都不行 如果人可以戴一個面罩 就是這樣的 我跑一百米就破世界紀錄 所以照計是不會的 所以這隻可以畫的馬 我覺得 不過它未跑過始終都不知道 所以有時馬就不要看得那麼死 我自己就不會選擇 這些傾向畫的 至於日日騎達這隻馬 試了一個閘 兩個閘在谷草 都不算太差 雖然你說它有騎到 但是 涉恩本身的榜比較重 專才也是在上面班次有上名的 都不算太差 而這一場 因為它轉了倉 加大量改變的配備 它跟剛才 上一隻說的 不斷在千二米 如果因為更改的配備 有些好一點的形勢 當然十二檔不好 但是你說 它更改了一些配備 改變它的跑法 會不會做回二十三秒多 但是放頭呢 如果它做到的話 其實它有機會回來 因為難得這場沒有什麼報速 它改變跑法 轉了倉很合理 所以這些馬是不能畫的 就算十二檔 就算冷滿也好 我也明知道它沒有什麼機會很渺茫 因為這隻馬是不厲害的 但是你也不要因為它這樣 就畫了它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還有機會的馬 因為排面算最沒有機會 當然是無名區 我沒有見過一隻二十六秒沒段的馬 可以走到入三甲 另外 不要算狼語了 短途 短途千二 至於劍在九天 這隻馬 就真的因為路退的問題 沈集成還有這隻馬 我覺得未必沒有用 不過百多日前 就接受不知什麼醫學治療 在這隻馬 再之前 沈集成 其實你看到它 如果有好形勢 譬如在五檔的時候 它會嘗試擺前一點走 又或者在二檔 它都會因應檔位而擺前一點 譬如抽八檔、九檔那些 就算千四這些對手比較慢腳的時候 它都會留得厚一點 就算你明知那場是慢步速 兩段藍色的 大家看到 五十九秒下 一分正 即算是偏慢步速 就算算放頭馬 五十八秒八、五十九秒半 都是偏慢 以它一隻千四米馬來講 它本身跑到千二可以跟前 它其實擺前一點走也可以 它一句就不會 它因應檔位 令這隻馬輕鬆走 令到人馬不要角力 這是莫雷拉的判斷 潘明輝也是這樣 我猜這個是拆騎指示 因為當時除了面箍 這次都沒有改到配備 就這樣繼續 所以有理由相信這隻馬 在沒有靚檔之下 它依然會縮後跑 那就糟糕了 因為這場一定是慢步速 所以就算它有快末段也好 我猜它都追得近而不贏 就好像季初那一場 季初其實很利用 佳磚三一放到底 尊財那些跟著它 這兩隻是唯一放到回來 而後面樂天派劍在九天精算其然 投資有力那些 就是屬於一些比較後上的馬 而沒有威脅 所以這些馬 我覺得它會追近不出奇 但你要去贏相當困難 在這場我就不選它了 好了,講完這裏這麼多隻馬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稍後還有五間馬經 我明白今天影片會遲一點的 因為一來要在六點前給大家看稿 即是在建制裏面給大家看到 另外就是剪片也要時間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明天未必有直播 我希望女主持可以回到 如果回不到 大家都體諒一下它 因為它是一個新主持 剛好有些不太方便的時候 未必可以如期回到工 希望大家都理解一下 好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因為我自己一個做 我又比較吃力 所以做不到 好,到時五間馬經 再跟大家講講精選編三筆 到時再見 拜拜